在後疫情時代 從朝鮮半島到台海 整個第一島鏈 每一座火藥庫都被激活了 馬老師要來告訴我們 5月要出什麼大事了嗎 居然國防部在台海 一次封了廣達300公里的海域 要做什麼呢 台灣24年來 護國神器 無影神彈 為什麼叫無影神彈 為什麼 24年來 軍方從來不承認 有這四個字存在 根本不承認 台灣有這個東西存在 所以現在也不用躲躲藏藏了 雲 風 飛 彈 這什麼東西呢 好 什麼東西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 大家一定要知道 台灣所有的武器 包括F-16V 所有武器都是防禦性的武器 我們只有兩個攻擊性的武器 排名No.1的就是雲 風 飛 彈 我們在這一次雲 風 飛 彈試射 注意看 試射成功1500公里 1500什麼概念呢 可以打到重慶 可以打三峽大壩 我們絕對不可能打三峽大壩 但是我只說可以打到 好 但實際上雲 風 飛 彈 真的可以打2000公里的 也就是說北京 天津 都在射程範圍裡面 這台灣從來不敢說 最神秘的秘密 我們有這種東西 發展24年 但是從來不公開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們除了 還有一個無影神彈 雄2B真誠 雄2B大家都知道 不像這個這麼神秘 但雄2B真誠 現在雄2B可以打600公里 我們的真誠可以打到1200公里 我告訴你 雄2B最後的目標 是要打3000公里 3000公里把整個中國大陸 全包進去了 對 所以我告訴你 護國神彈第一名 雲風飛彈第二名雄2B 大家說馬老師 空話嘛 不承認嘛 我告訴你 4月12號 遼寧艦 航空母艦 4月12號從那邊過來 4月14號走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在九棚灣 啪一下 14、15號兩天 試射了無限高的飛彈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 現在所有人都說 這是雲風飛彈 雲風飛彈在台灣 第一次公開現中 所以當時看到了附近民眾 他們聽到了奇怪的聲音 牢牢遠 十幾公里以外聽得到 後來國防部也釋出了 10秒鐘的那一道光 就是雲風飛彈 聽說這一次打了1500公里 1500公里 好 那大家再來看 這張圖一定要看 來 這張圖 在4月14、15號 無限高最大彈道高度 這無限高最大高度 又是一個遠距的雄2B 所以順度說這是雄2B 4月才打過了雲風 對 在兩個禮拜之後的 5月14、15 再一次無限高 要打雄2B 曾鋒的兩個護國神彈 居然同時亮相 而且我告訴你 雄2B發射就可以轉彎的 然後它是低飛的 它是高飛的 它要打到70公里的高空 啪 再下來 好 大家看這一張 好 這一張是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說要量產 量產這樣 不然大家說 馬老師試射有什麼了不起來 注意看 這是要量產的 這什麼圖 這是 因為以前 我們在這個雲風飛彈 我們偷偷在中央山脈裡面 射了12個發射基地 為什麼射中央山脈 因為這是我們最後反攻的武器 你打我 我最後能夠打你 就剩下這個 在中央山脈裡面 你飛彈打不到我 我躲在中央山脈裡面 對 但現在飛彈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精準 我們發覺到躲在裡面沒有用了 你可以把我打掉的 所以現在熊二B跟雲風 決定要踩機動式 一發生戰爭 我啪就在發射車上 全部刺散開 你根本找不到我 我捨棄了固定式發射 我變成機動式在地上跑 對 機動式在地上跑 你抓不到我 所以我們現在量產 10個機動車 20顆彈 好 大家說蓋這個幹什麼 你不是機動了嗎 但是車不能天天在外面跑 沒事的時候 這個機動車還是要擺起來 這是車堡 飛機有機堡 這個是車堡 而且這個車堡全台灣 有史以來最堅固的工程 可以抗飛彈炸射 抗飛彈炸射 比飛機F16V的機堡還堅固 那這個設在哪裡 一個設在北部 一個設在南部 現在還不能講 好 你注意看 這就是車堡的大門 對 每一個車堡裡面停兩輛 我告訴你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們雲峰 原來護國神彈 它要量產了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個經驗 多可怕一點 第一個 熊二B是 我剛說第一飛要轉彎對不對 對 它需要昆蓬引擎 我們自製昆蓬引擎 給老美說 你幫我一下吧 我自己不會做 老美就拿一個手冊做 這個秘密都在裡面 我們趕快看 金屬加工技術手冊 啪 就照這個 你知道我們做多少個引擎嗎 做了超過100個引擎 是 超過100個引擎 結果熊二B 裝了昆蓬引擎 一四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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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射五次失敗 不是 他給你這個所謂的guidebook 照上面一樣畫葫蘆 怎麼會做不出來 上級說封存 熊二B計劃 不 中層計劃不打了 老失敗 好 老失敗 你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我們終於發現了 美國給我們是假的手冊 他糊弄我們 他根本不要讓我們做出熊二B 真誠可以打大陸 你知道嗎 所以他給我們的這個數據 是錯誤的數據 你可以想像到嗎 我們現在解決不了問題 我跟你講 我們正 這個天佑台灣 你知道我們做件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上海金屬工業中心 是老共超高飛彈的中心 你知道嗎 我們到那邊居然買到一本書 那本書一打開 上海的金屬加工技術手冊 天啊 連那個都外流買得到 原來他們當作教科書 一樣在外面賣 你知道嗎 我們居然買到了 是 如貨自保 一看數據都對的 所以今天我告訴觀眾 你們絕對想不到這件事情 我們的護國神彈之一的熊二B 真誠飛彈 用了昆蓬引擎 是老公教我 歪打正著耶 我們是買到老公的教科書 拿回來用 我們才有了這個護國神彈 好 更重要的事情來了 雲風飛彈一射要超過一千公里 馬英九政府在2014年的時候 第一次射到一千兩百公里的雲風飛彈 是 不得了一千兩百公里 可以打到大陸一半了 好 這一射成功 大家就懷疑一件事情 你怎麼可以射這麼遠 為什麼 因為我們飛彈一射出去 要看它的參數 我們在蘭嶼跟綠島都設了一個觀測站 對 飛彈一射出去 我們蘭嶼跟綠島就抓到它的參數 就知道這飛彈射出 你經過這裡了 你的彈道是對不對的 你的方向是不對的 你的角度是不對的 然後要調整 但是現在一千兩百多公里 一千五百公里 我沒辦法 那你找什麼去抓參數呢 海鹽五號 百英九就靠海鹽五號 你知道海鹽五號在這裡 就把它設了一千多公里的全部抓到 所以海鹽五號是 表面是鹽有海鹽的 它是我們最重要的發展飛彈的東西 好 我問你海鹽五號這艘船 我們造價多少錢 全船造價 多少錢 17億9千萬 一艘船用17億打造 但是我告訴你 它上面那個抓參數的雷達 X波彈雷達24億 光一個參數雷達就比它一艘船 還貴 結果我告訴你 2014年我們啪 一千兩百公里成功之後 2014年10月10號那天 海鹽五號破三個大洞沉沒 在同湖外海 護國神船居然沉了 對 怎麼可能護國神船沉了 三個大洞 我告訴你 這時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出來了 央視立體又播了快報 央視的標題是什麼 什麼 海鹽五號沉沒 台發展導彈面臨重大挫敗 所以你想 一個海洋研究就是一個科學船而已 怎麼牽扯到導彈 央視居然就 標題就是 對 這個導彈發現挫敗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海鹽五號沉沒 太奇怪 你知道為什麼 它上面有最好的這個聲納 它甚至有最好水下定位儀 它有水下探測儀 它甚至有水下觀測 這種船會觸礁沉沒嗎 不可能 所以它三個大洞 為什麼 而且現在海洋五號沉在下面 沒有拖上來 好 我再跟大家講 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 第一時間講 就蔡英文當選總統 520就職那天 桌上放了幾份公文 第一份是行政院長的人事命令 下面一份 是什麼 中科院重啟雲風飛彈這個公文 2016年5月20號那一天 對 下面一份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在海鹽五號沉了之後 宣佈 停止雲風飛彈發展計劃 結果蔡英文一看 一句話沒講 把它放抽屜裡面 沒有批 沒有批 結果蔡英文上任兩年多 把抽屜裡面拿出來 這也是全台灣我第一個講 啪 發展 這一批下去 中科院棒一下爆天了 立即成立晴天實驗室 你知道為什麼蔡英文突然間批下去了 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兩岸越來越緊張 我們需要雲風飛彈 護國神彈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了新的船 立進號 立進號上面有X波彈雷達 跟這個X波彈雷達跟X波彈雷達 25億 我們有更好的船 所以是海鹽5號2.0 海鹽5號2.0 我們更好的船 我們現在這一次趴一下發了1500公里 就需要一個立進號在那邊 因為我們有立進號 第三個原因 就是川普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一個彈打出去 最重要兩個 第一個你要打得準 前面要打得準 後面引擎要好 川普說 以前美國人是不準我們的 你不准打中程飛彈 你是攻擊人去打到大陸去 川普說發展發展 你去發展 過去不准你添亂 現在通通要你發展 第一個 川普在去年給了我們火箭發射燃料穩定劑 是 這才重要 穩定 飛得遠 而且飛得穩 穩定劑 這第一個 好 那要打得準 川普弄了60個精密雷射陀螺儀給我們 我們以前是什麼陀螺儀 我們一定要陀螺儀 我們是機械陀螺儀 我們自製機械陀螺儀 川普弄了600個雷射陀螺儀給我們 我們就打得準 打得準我們還要認目標 任目標這個 主動項列雷達收發模組 川普又給了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 川普給了我們地對空飛彈 主動雷達巡標器 哇 一給我們之後 我們飛得又遠 飛得又長 打得又準 我最後要講一個搞中心 昆蓬隱形這些東西弄起來 都是他弄成功的 在4月14號15號 我們護國神彈 啪一下雲風飛彈 第一次公開在國民面前亮相 4月15號試射成功之後 搞中心 中科院院長 被退休 為什麼選在這樣的關鍵節點 很多傳說 當然有媒體報導說 因為他政治選擇不正確 好 我剛剛講昆蓬隱形的故事 全部都是搞中心 一個人搞定的 蔡總統贏得了選舉之後 他的第二個任期 毫無疑問的國建國造的 國防政策主軸 繼續高歌猛進 今天我要請校委 帶我們來好好看進去 沒想到國建國造的背後 暗藏了這麼多的北歐密碼 我們的國防建設跟北歐 有什麼關係呢 好 很簡單 大家先把北歐那幾國 挪威 瑞典 芬蘭 大家先想到它的地理位置 然後在過去的冷戰時期 這些這三個北歐三國 它離哪個國家很近 蘇聯 對不對 而且它跟蘇聯隔著 一彎淺淺的波羅的海 然後波羅的海 最東邊的芬蘭灣 蘇聯跟芬蘭 只隔一個小小的芬蘭灣 所以好 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為什麼我們的防衛戰術 以及武器的發展 很朝向北歐來去跟他們借鏡 因為這樣一個地形 跟我們今天台灣海峽頗為相似 我們跟對岸 只隔一個窄窄的台灣海峽 然後過去以瑞典來說 瑞典他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包括你看像J39戰機 我們說J39戰機 跟我們的FC-K1經過的戰機 非常接近 為什麼 因為它也是屬於這種輕量型 輕薄 短小 敏捷 而且快速反應的一款戰機 它能夠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從包括疏散出去的 類似像高速公路 或戰備道這種機場起降 起飛之後就能夠迅速接敵 因為俄羅斯的軍機如果起飛 過一個波羅的海 馬上就可以到瑞典 那同樣的 瑞典你可以看到它的海軍 它的海軍基本上來說 並沒有那種大型的巡防艦 大型的驅逐艦等等 但是它很注重這種 威斯比級的巡邏艦 它這個巡邏艦本身的盾位不大 你看它前面這個炮台57公里 也就是說它採用一個 逆中外型的火炮 讓這個船能夠在瑞典 波羅的海的海域 快速的進行巡邏 因為瑞典的地形 峽灣又很多 地方很小 都是這種峽灣 如果今天蘇聯的艦艇 跑過來瑞典的話 隨便找一個峽灣滲透進去 瑞典就很難找 所以瑞典需要這種 那個體型小 速度快 而且反應快的 這些武裝的載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 在做這個國艦國造之中 除了未來要造大型的驅逐艦 還有包括大型的 下一代巡防艦之外 我們也很注重 這個微型的飛彈快艇 當然這個微型飛彈快艇 這邊有一個原型艦 是光榮之星 號稱是 可能是微型飛彈快艇 這個原型艦 但是未來這個微型的飛彈快艇 因為它本身海軍的這個計畫 它讓它能夠帶兩個飛彈左右 然後這個船 大概三個人就可以操作 所以這個船可能未來 未來光榮之星 比未來的微型飛彈快艇還要大 但是你看它的想法跟想定 跟我們前面講到 威斯比吉的概念 是不是很雷同很類似 擺在台灣所有這種大大小小 特別是小的漁港之中 因為很小 兩三個人操作船 比一艘近岸的這種漁船 大不了多少對不對 然後一旦需要的時候 就直接從漁港出去 然後再經由這個陸上的指揮系統 指揮它到達位置 發射飛彈以後 趕快再回到這些小漁港中 裝彈 然後加油 再出擊 美國的海軍上將出書 做了這個驚悚的預言 2034 中美將引爆世界大戰 但最近這個論點遭到了質疑 是不準嗎 不 比你想的更可怕 2034時間點可能要提前10年 2024要世界大戰嗎 中美如果中續一戰插槍走火 會從哪裡開始 當然台海一次是最危險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講台海 就是以前的巴爾幹半島 可是在這個時候 中國動作也越來越多了 他們最近特別把他們的 最神秘的攻擊11 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秀了4秒鐘的畫面給你看 這個時候你看 這個就是攻擊11 這4秒鐘 然後你看到之後大家一看 哇 這不是美國第一代的立宗戰機 F111幾乎長得很像嗎 可是他這裡告訴你的事 他在當年2019的時候 見證70週年的時候 就曾經拿出來亮相 結果發現他是無人的 他完全無人機 原來當時經過了整個閱兵台的 就是他 對 它是無人機 這無人機做什麼用呢 他打算 第一個 他有學習F111立宗戰機的功能 所以雷達 就像我們有熱山雷達 可能沒辦法預設說 原來他是飛機 第二個是什麼 無人機的話 可以當神風特工隊 上面的飛行員 他可以攜彈 他可以攜彈 而且上面呢 他不需要有人 所以飛行員不會 在第一波攻擊的時候 不會被我們的艾山 不會被我們的天空打掉 就算打掉了 不會浪費 所以他就是進攻我們 這樣一個狀況 就非常強烈的就是 針對台灣了 但是呢 你有你的陽光照 我有我的那個過橋梯 我們也有辦法 怎麼辦呢 最近AIT突然公司 我們說你們台灣 現在可以去考慮 M1199A6自走炮的這個 軍售事宜 我們知道說 川普一直對中國很針對 他半年後 才開始跟我們軍售 而且這四年裡面 賣給我們11次 沒想到 拜登上來之後 才三個月還沒到 他就已經決定這個軍售了 而且他那個 整個驅逐艦 巡逸台灣海峽 川普是一個月一次 拜登是一個月兩次 人家最愛台灣的是拜登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初的時候 我們其實M1199是 美軍的自走炮 我當兵的時候是A1 到現在為止要賣給我們A6 你知道上次A5A4 是賣給我們什麼時候 是因為96台海危機的時候 這不是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緊急賣給我們 因為他覺得太危險了 對 可是最重要不是這個 炮車這個整個武力的強大 他給我們最先進的武器 第一個是什麼 這一次會給我們 可能會給我們 我們很需要的 先戰野心炮兵資料系統 這是什麼樣的一套 資料鏈結的概念嗎 這個是說我們過去的時候 你看我們那時候當然 我就是炮官嘛 前進官車官 左先預備 右先預備 然後打出去之後 向左調幾度 向右調幾度 還要用拐拐在那邊喊 對不對 那個是波階時代 然後這個呢 是光纖時代 這個一去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畫面裡面 整個戰場地圖 不管是周圍的無人機 雷達 衛星的資料 全部上來了 所以對面所偵察到的東西 全部這個炮長 全部看到了 看到之後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整個戰場裡面 對方可能有很多武力對不對 對 我跟那個可以判斷 誰是對我最主要的威脅 270秒之內 判斷之後 先打掉它 後面的赤藥威脅 再來攻擊 所以這樣一個 直接是光纖協助你判斷 戰場上協助你指揮的武器 直接賣給我們 我現在只在意一件事情 你說 怎麼賣給我們是A6 然後A5呢 已經是25年前 台海危機的時候 換句話說 每一次要賣給你炮車 是不是意味著 局勢其實是緊繃的 可是還是已經25年了 我25年後我等到了這一批 他能多準呢 多準是說 其實我們知道 炮兵最怕的是什麼 因為打出去之後 你沒辦法導引 所以過去的時候 腰物流炮打出去 或怎樣 有很多時候希望目標 是在60公尺之內 可是有時候打出去 過去的時候 打偏了 打偏了 200多公尺 打偏了多公尺 你當然可以遮到一個震撼 碰了一聲 可是你傷害不到目標 對 所以他們這次給我們一個 精準的GPS的導引炮彈 而且這導引炮彈 據教授它厲害在哪裡 它不是說重新做一個 全新的炮彈 把舊的炮彈上面拿掉 換上這個引導器 成本比原來的還要低 六分之一 然後就可以加個 然後希望原來設計的時候 誤差是在60公尺 30公尺之內 據教授美國做出來之後 誤差多少 多少 10公尺 然後一個炮彈威力這麼大 提高三倍精準度耶 對 而且炮彈威力這麼大 一打下去10公尺 其實你這段有坦克也會翻掉 所以它就給我們 而且軍校最可怕的是什麼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還有很多舊式的炮彈 15榴彈 只要換這個彈頭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有的彈藥 都可以來改變 捍衛台海 你自救而後人才能助你啊 居然冒出了這個所謂的 織女星計劃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護台方案呢 子女要等好久才能夠有個幸福對不對 所以子女星系的話 我們看了就覺得蠻感慨的 我們現在不是高校機 永英號已經快要完成了嗎 開始要編裝了嗎 開始要測試了嗎 原來在啟動永英號的時候 中科院真的證實 我們的ADF 就是第二代的自製高性能的戰機 對 已經在2024前呢 整體設計發動機的製造 即將可以完成了 其實我們現在ADF 當時做出來之後 我們其實就差在哪裡 就差在最後的那個發動機 發動機就是戰機的心臟 而這個心臟裡面 當初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拿到弱勢弱補的 然後開始趕 最早的時候 我們現在做出來 大概是9000磅的推力 當時我們希望 能夠做到12000磅 那12000磅的時候呢 你知道現在是怎麼樣 叫F-18 這麼重的飛機 12000磅一飛 然後如果當時我們做出來的話 真的做成功的話 我們的飛機一飛出去之後 可以在超音速巡航 你知道現在很多戰機超音速是 到我要攻擊的時候 緊急的用一個後燃器加速 超音速衝一下 對 可是如果超音速行航是 我整個在超音速裡面 一飛出去 在高空裡面 我都是超音速在飛 那你根本連防都很難防了 你可以說我今天有超強的發動機引擎 我不需要開後燃器 我直接就可以超音速 橫長的飛略 對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一直想要把 發動機這個最關鍵的部分 給做出來 整個發動機其實葉片是很精緻的 除了它的材料要非常好之外 它的車工也要很厲害 那要六滴的車工 最粗的地方比我手掌粗 是 最細的地方比我的指甲還要細 這樣子下來之後 而裡面的材料要均勻 不然你高溫高壓一下就斷裂了 對 我們金屬做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是世界第一 什麼事 金圓 細的結晶 我們的金圓 從四吋六吋到八吋 上次我們拿出來的十二吋 我們那個結晶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當時呢 中科院還有我們的航法中心 就找我們一些做這個結晶的 把你們做矽晶的技術 半導體的技術 看能不能套用在這上面嗎 看能不能套用來研究 但是研究成果怎樣 最高機密 但是我們就希望能夠做出這樣的技術 這樣的材料 可是呢 美國就告訴你說 最近美國有一件事情 美國的材料超乎你的想像 什麼材料 我們就要知道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什麼 在火星上面 對 那個毅力號裡面的機制號 小小的直升機 你看已經飛起來了 在火星上面飛起來 君像你知道這個是多麼恐怖的成就 你知道 這邊的大氣是多少嗎 地球的百分之一 所以根本沒有浮力 你能夠把它飛起來 你要怎麼飛得起來 直線就是靠空氣讓它浮起來的 所以它快速的轉對不對 是 我們看到很多直升機 可是你知道它這台厲害在哪裡 它一轉 一分鐘2500轉 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我們看到我們的阿帕契 我們看到蘇聯的米二六 君像叫它一分鐘轉多少 123 所以它是整個轉速 這麼快的速度 這個是二十倍 二十倍 然後這個你知道 你知道一轉起來有一個狀況 我們前一段時間 終結出了什麼事情 那個軸層 一轉轉轉之後會金屬皮疗 你看到這個 你知道君像 這個堅強號有多大你知道嗎 14公分 14公分這麼小 所以這麼一個直升機 它的這個轉軸 比我這支原子筆還要細 然後轉2500轉 它竟然撐得住 告訴你它的材料科學多厲害 它美軍還不止如此 美軍現在又有新的東西 叫做第五代 五代檢新的F-16王蛇戰機 印度有一種蛇叫做王蛇 鑽吃眼鏡蛇 它鑽吃最毒的蛇 對的 所以這個王蛇戰機 就是鑽吃戰機的 就是美國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覺得F-22 F-35 一架起跳都是一億美金 太貴了 所以他們就回頭去找 找到的叫五代檢戰機計畫 就是長這個樣子 而據想叫這個樣子 跟我們現在考慮的IDF的ADF 又有點像 是不是長了 好像說奇怪 我們都跟美國有種默默的默契 是 不能說的默契 可是事實上這個東西 還真的跟F-16跟F-15有關係 所以你現在講到的 我們的織女星計畫 IDF2.0 渴望橫空出世的時候 赫然發現它的設計圖 怎麼跟美國之前搞過的 魔改F-16 幾乎是一樣cosplay過去的 是的 其實這個飛機很特殊 當初的時候 美國我們還記得 小時候我們看到的火狐狸 蘇聯一下米格25 一下米格21 27 29 火狐狸的時候 所以美國那時候就想說 有一個第四代的高戰術 新機能的戰機 多功能戰機 希望大家來競標 當時通用也有它的計畫 波音也有它的計畫 然後弱馬也有它的計畫 但是當時的時候 通用就做出來這個F-16 XL 那做出來之後 它的外號叫做什麼 怪獸飛炸彈火卡車 為什麼叫炸彈火卡車 就這樣你知道 它下面的外掛點 可以載多少個飛彈嗎 27枚 這是空中飛彈庫 空中火藥庫 這炸彈卡車 然後這炸彈卡車出去之後 它的油箱裡面 整個燃油 它可以比F-16 F-15 多82% 它的速度還可以更高 百分之二十 這樣可是出去之後 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最後被F-15贏了 但是贏了以後 這架飛機 美國就把它收起來 對 那以為說它失敗了嗎 後面這四十年更神奇了 它結果呢 只是說因為在戰場上 或怎麼樣對不對 美國覺得說 這架飛機可能太複雜了 然後呢 收起來之後 給誰用嗎 NASA NASA去做研究了 給NASA拿去做研究了 一直服役 所以做什麼神秘任務 不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NASA能夠做的就是 剛剛講的毅力號 記憶事號 NASA的科技 高於美國軍方 一二十年 美國軍方的科技 高於市場 一二十年 所以NASA拿去 那現在美國是覺得說 F-35太貴了 F-22太貴了 這些都是百萬超跑 所以呢 來一個國民車 之後來去應對 到時候也是高低配 所以這樣一個東西 就從庫房拿出來 到時候 美國也會準備 舊級的F-16 終極F-16 但是他叫王蛇 專門吃所有的眼鏡蛇 台海一旦開戰的話 越來越多的專家都擔心 台灣最多只能撐14天 真的這樣嗎 今天馬老師獨家 要帶我們來透析知名的智庫 蘭德公司這一份報告 台灣不只能撐14天 而且是90天 哇 蘭德看到了台灣什麼樣的底氣 要有哪些前提跟條件呢 連續兩天 我們關注了共軍 如何一步一步上岸空投 奪取了桃園機場 但台灣不是吃素的 我們今天為大家來揭秘 國軍準備海陸雙線布雷 全世界水雷最強的國家是誰 日本 日本居然已經默默 駐全台灣了 詭異 詭異 太詭異了 最新的兩份報告論文發表 我還是用兩個字 詭異 好 各位觀眾 我不替你解答 我只說明事項 各位觀眾自心覺得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第一件事情 解放軍 91404部隊發表有關海軍 全面開完的兵推論文 第一個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解放軍他對於台海戰爭 南海戰爭 已經兵推了無數次了 包括單打獨鬥 包括合群 為什麼突然之間 把一個神秘的兵推論文 公開發表在雜誌上面 裡面寫什麼 好 裡面寫什麼 各位 裡面寫了四個字 驚心動魄 末日Z戰 這是什麼意思 終極一戰了嗎 比世界大戰還恐怖 世界大戰不一定是末日之戰 對 要相互毀滅 居然是末日Z Z什麼意思 Z是最後一個字母 最後一個字母 最後一個字母 最後一回合 對 末日Z戰的兵推 好 這個兵推的結果 中共海軍跟藍色聯盟對抗 藍色聯盟 誰是藍色聯盟 代表不只美國 他沒講可能有日本 可能有澳洲 甚至可能有韓國 所以他跟藍色聯盟的末日一戰 結果誰輸了 戰出了個什麼結果 老公輸了 老公輸了 對 他派出五十艘驅逐艦 去對抗藍色聯盟 就五十艘驅逐艦 每一艘平均都受到十一枚飛彈 跟三枚魚類的攻擊 而且來自四面八方 五十艘驅逐艦 三分之一 就失去了行動能力 那十一個飛彈打你對不對 老公的防空系統 只能藍五枚 這個太詭異 難怪老師會說 太離奇而詭異 我們知道 你來到人家家門口 跟人家對戰 他下水角的速度 即將是全球最強的海軍 居然老公兵敗如山倒 更重要一個 除了飛彈跟魚雷戰之外 方方之間的電戰更厲害 這才是關鍵 關鍵 結果報告裡面說 老公的電戰大失敗 他打不過藍色聯盟的電戰 好 這裡面我為什麼一開始說詭異了 兩點詭異了 第一點就是 老公突然發表一個兵推論文 然後裡面 自己曲曲下風 長他人自棄 滅自己威風 居然說 我們打不過 對 老公什麼時候會把這種東西 去公開發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各位 你知道91404部隊是什麼 這什麼單位 我告訴你 這不是部隊 這是一個技術單位 那他做什麼的呢 他在秦皇島 對 河北秦皇島 他是做所有海上武器的 新技術研發的 新技術都在這裡 所以這三個是 老公最神秘的海軍部隊 是 老美一直想搞清楚 結果你現在突然間公開發表論文 這不得了的事情 好 我再講第二件事情 老公發表這個論文 你很奇怪吧 這個論文還沒發表 這獨家的 今天我們報新聞獨家告訴你 對 蘭德公司的一個報告 台灣能否擋 中國大規模軍事進攻 蘭德公司做出一個結論 你台灣要擋90天 90天 三個月啊 對 好 我先對不起 我一定要講一下 你不要以為蘭德公司講話 不算數 蘭德公司是 美國軍方的智庫 是 美國軍方剛開始的情報 跟研判 都是他做的 是 我問你 我考你一個 蘭德公司有多少人 他多少人 一千六百人 這麼巨大的一個 對 一個智庫 一千六百人 好 蘭德公司他創辦的空軍將領 他剛才就專門給美國軍方做的 詭異在哪裡 蘭德公司曾經給美國軍方一個報告 跟美國政府一個報告 說 上面寫什麼 放棄台灣 甚至不但放棄台灣 還有放棄釣魚台 不要去跟老公打仗 是 這個囉 好 他居然是個B站的對不對 對 上個月三十號 他給美國政府 聽清楚美國政府生了一個方案 是 一開戰 你先派隱形戰 轟炸軍去把老公的沿海 先瘡壞掉 炸一遍瘡壞掉 好 現在新的報告出來了 說台灣 中國到達了 你台灣要弄九十天 老美 以前你們說十四天 就可以支援你 對不起 要真正跟老公全面開戰 美國要準備九十天 所以你知道他掉兵錢 這樣我們得獨立抵抗九十天 三個月我們辦得到嗎 對 他就說要靠四個 政治領導力和社會鄰居力 好 台灣你能不能打九十天 是 人民還撐得住 軍事的有效性跟持久性 你的軍事撐得住撐不住 對 等待盟友的軍事干預 九十天有沒有可能 很多人說不可能 我覺得要靠雷雷幫助 雷雷 對 什麼是雷雷 地雷 水雷 喔 才能夠延遲 不然靠我們的武力 要壓制他九十天 是很困難 是 好我先講 地雷好 他如果上岸 你要延遲他 對 一定要廣泛地地雷 所以昨天有一條 昨天有一條新聞特別重要 就是昨天我們跟美國政治簽約了 採購火山布雷系統 二零二九年前 要交運了 各位要知道這火山布雷系統 有多厲害了 各位看 他是這樣打出去 你知道嗎 打一罐出去 一罐是六顆 是 六顆地雷 打出去又六顆 你看沒有 他一直泡一直泡 他用泡射出去的 一輛車可以帶九百六十枚地雷 對 一分鐘之內 就可以步 一千一百五十公尺的一個地方 快又有效 快又有效 好 那我們現在跟他 昨天真的簽約了 是 我們打算 把它布在 譬如說甲南海灘 喜速海灘 是 這個海湖灘 跟寶斗處海灘 他重點區域在四大紅色海灘 就是你在這邊登陸 是 我密密麻麻地雷 一定會延遲你的登陸 是 除了這個之外 更厲害的是 我根本不讓你登陸 我水雷就幫你擋住了 你在整個 進海 準備往我這邊航行 我就在那邊把你處理掉 對 好 我們現在當然主要的是中科院 我必須要稱讚這些英雄神秘單位 中科院三所第十六組 這他們也發出來了 好 萬象水雷兩個 萬象水雷兩個 好 那我們現在 也做了四艘快速的布雷艇 是 又五百噸 但是又小又快又布雷 對 這一布雷下去 讓他老共的軍隊 根本連進都進不來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一個神秘的事情 我們的布雷技術 是日本教我們的 為什麼早上日本 好 我簡單講 當年日俄戰爭 在這個旅順港 打日俄戰爭 對 日本是在旅順港裡面 太平洋 俄羅斯太平洋基地 在旅順港外面 是 結果 這個日本就布雷 就太平洋艦隊的旗艦 棒就撞了水雷 對 他的總司令 當場震亡 這麼準 好 這麼準 所以日本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的布雷 居然是日本人 教我們的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兩件重要的事情 馬老師 水雷真的壓得住嗎 壓得住 我跟大家講 譬如說這好了 這個是美國的迅雷水雷 是 厲害到什麼程度 他用轟炸機丟下來 他用空投的呀 不是空投 空投是這樣丟下去的 對 他會自己在空中這樣滑翔七十公里 他像飛彈 然後 他有GPS定位系統 他會自己到你要的位置 是 地方的艦艇出來 他會有AI智慧自己幫你爆炸 他有敵我辨識系統 他根本是AI無人機啊 AI無人機 好啦 你說馬老師我們有沒有力量 台灣有啊 我告訴各位 萬象三號 還沒公佈 這是一號 這是二號 三號很厲害 我再拖一個神秘給大家講 我們現在要做這種東西 我們叫做萬威專案 不叫萬象水雷 叫萬威水雷 也從空中來的 我告訴你 更厲害 我們的萬威水雷 是會可以自己航行的水雷 你有聽過水雷可以自己航行嗎 而且還可以遠端遙控 是 所以變成水雷變成水下自殺無人機了 他可以自航 他可以遠端遙控 這個威力多大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一個神秘的這個計畫 老共先發覺到打台灣最害怕的 就是水雷 老共水雷技術很差 現在開始老共也在全力的研發如何掃雷 如何對付水雷 將來台海大戰會不會演變成一場水雷大戰 今天晚上我們要跟大家來看到的是 兩岸之間定期靠港裝卸的滾裝輪 會變成了台海兵凶站圍木馬屠城的載具嗎 一份剛剛出爐的國安報告提出這樣的警告 每一艘的滾裝船 至少可以載運300輛大小車輛1500人 一旦共軍以它來掩護圖川 變成了搶灘的威脅 我們該怎麼因應這個邊防新危機呢 原來關鍵在於水底之下 事實上這一次有我們這個國安單位 跟立法院在進行一個報告的時候也提到 就是說未來在台海之間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中國大陸非常有可能用所謂的滾裝船 來隨時對我們發生這個所謂突襲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很多人對於滾裝船這個名詞 不是很理解 我們就一般講 其實一般這個海上運輸的時候 如果搭載人員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叫做渡輪 所謂的滾裝船就是比較大型的渡輪 但是因為它本身自帶有所謂的鞋板的功能 也就是我如果停泊到這個所謂港口邊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這個船上的鞋板一放下去之後 我就可以把車輛開到這個所謂的渡輪上面去 這個叫做所謂的滾裝船 但問題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過去大家一直研判就是說 中國大陸很有可能用這種所謂的大型的 這種所謂的滾裝船 如果它今天要有這個所謂飯台意圖的時候 因為它外表看起來是民用的塗裝 你看不出來也不會知道說它是這個所謂 裡面有帶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它很有可能會幹嘛 你知道把人員跟車輛透過滾裝船的方式 對我方來進行突襲 而且你知道嗎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很多人就發現到 這不是這個紙上彈兵而已 它真正把它運用在演習想定裡面 而且已經開始震懾在實施測試 是嗎 對其實它在去年八月環台軍演之後 那很多人就發現到說中國大陸 其實它也有一個所謂的 士兵超演 當時是在渤海跟黃海這一帶去進行 可是我們透過這個所謂的 船舶的這個資訊系統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你這個船隻的海上定位 你知道 那個時候居然發現到 原先在渤海灣 他們那邊也有所謂的滾裝船 是民用的 本來是在做所謂人員跟貨物的運輸 是 結果沒有想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居然有發燒了這個貨 它居然大舉的南下台 而且你可以看到透過這個定位系統 1234567 它居然就從這個地方移到這裡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發現到說 這些船到哪裡去你知道 到了廈門 可是廈門那個時候 不是正在做軍事演習嗎 所以那時候就被發現到說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已經在嘗試利用 所謂的民間的船隻 作為攻台時候的運輸載具 那問題來了 如果他用這個所謂的滾裝渡輪來講的話 以目前來看 因為他自己都是非常大型的 他一次最少可以帶一個營的所謂的兵力 成400人 他如果帶一個海軍陸戰隊 那代表是我在登陸的時候 我就一次載了一個營過來 這第一件 第二個事情是 其實我們講說滾端船之所以 會讓大家覺得比較擔憂的地方 就是他在畫面上面 事實上他不是只有載人而已 他可以帶的是車輛 以目前如果以他滿載的狀況來講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角色 就是當時他從那個渤海那邊 往下移的這個船隻來說 對 他一次可以佔運上百輛的主力戰車 自走炮 或者是裝甲車輛 甚至連後勤單位都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講 美軍現在不是在做這個所謂的海上平台嗎 它本身就是一個平台了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過去講軍事裝備要吃國防預算 對 但是你平常的時候 因為他是民間在營運 所以他那個營運的維修的能量 名氣可用 而且那些東西都是放在民間裡面 他也不吃他的這個所謂的消耗 他本身軍方的這個資源 可是等到戰時我要使用的時候 我把它調度過來的時候 這些對我們來講就會變成什麼 他就叫做幽靈船隻 你平常根本也防不了 但是他真正在作戰的時候 卻會對我們產生很大的威脅 所以這裡面就會回到 就是說之前大家看到 共軍其實在最近都會講環台環台環台 如果我今天要登陸的時候 他一定也會採用所謂的環台作戰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些 我不認為他會在一般的 這個所謂的平坦地形裡面 讓這個貨船來進行搶彈 因為船底下面那個設計不同 我們如果一般在平地的時候 要進行搶彈的時候 一定要平底船 不可以用所謂的尖體船 所以如果是用這個所謂的尖體船 最有可能還是會走港口 所以我們現在在研判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到兩岸開戰的時候 你認為北中南他會打哪一個 我可以告訴你他三個都打 因為現在對我們來講 北部中部跟南部 譬如說以台北港台中港 跟所謂的高雄港來講 我們各自所運輸跟負擔的東西 有點不太一樣 譬如說以高雄港來講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是一個旅運中心 可是你也知道我們化工的這些東西 還有石化工業的時候 是不是重鎮都在高雄 所以我如果今天要這邊搶彈登陸的時候 我先一舉斷掉你的這個 所謂的工業用的東西 所以高雄港這邊 也會成為他的這個問題 而且你看於北的部分 如果像台北港或基隆港來說 如果日方要從北上 從北部南下資源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不會成為他重要物資裡面 飛去要登陸的一個港口 所以同樣的同理可證 如果今天中間要一次進犯這三個港口 他也會達成他圍台的一個目的 這樣全部都起來了 昨天才跟大家講 要注意喔 中國的國產野馬氣電船 時數可以在海上飆破百公里的 他現在在下水角感知 現在滾磚入圍又來了 所以會不會一個變形的變防新危機 層層跌上去之後 我就問我們怎麼辦 這裡面最重要就是我們在潛艦國造的部分 事實上過去我們在研判 就是說我們整個潛艦國造 不是會有製造這個騎乘嗎 本來是預計要在明年五月的時候 我們才會舉行這個下水的這個典禮 而且你也知道這個軍用的船艦 或一般船國 我今天到下水的時候是一件事情 因為我整個是代表我的外殼 全部都安裝完 接下來我要進行機電的測試 尤其以軍事裝備來講 我還要進行戰系上面的這個測試 然後整合運用完了之後 才有可能走到下一步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預定 在今年的這個九月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們走一個國造原型艦 能夠下水 那我這下水的事實上 它這個不斷的趕工最重要是什麼 你知道我到下水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剛剛講的 機電的測試 甚至我的戰系的這個測試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現在對很多人來講 我們之所以需要這些潛艦的原因 是因為潛艦可以保護 我們不受到大舉船團的攻擊 它可以保護 它可以發揮多大的一個海底長城的力量 好其實過去我們在看 以整個台灣的這個海底地形來說 你可以看得到其實台灣海峽 是屬於一個比較淺塵的一個地形 我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所謂大型的核電 這個所謂的核能的潛艦 但問題是呢 對於這種所謂小型的財電潛艦來講 我們就知道說 以台海周邊來講 會有所謂十六個伏擊點 這個十九的伏擊點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航道的部分 我搶得先機 先把我的潛艦部署在這裡的時候 事實上對於它對方的船隻 如果要過來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擔憂 是我有沒有可能在伏擊點裡面 直接去攻擊它的船隻 你想想看我只要攻擊一艘 後面的船隻它就會怕 因為它會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會被你給攔截到 所以問題就來了 按照不對稱的作戰的方式來說 事實上國外也都認為說 以富比士他們來講 台灣只要靠這個所謂的 八艘的新型潛艦 就可以二手這個所謂的伏擊點 當然十六個是整個海面 但是你也知道 整個海底來講 到了作戰時期的時候 不會只有我方一個人在防守 它一定會跟其他周邊國家 進行所謂的協同作戰 而且以我們現在這個所謂的新型潛艦來說 我們是在做一個逆向工程 也就是我們其實在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國防工業跟民間產業 一起結合之後 我們透過很多新的這樣一個技術 來作為整合 比如說我們過去講 裁電潛艦需要呼吸 我們現在透過新的這個 鋰電池玩的時候 可以讓我的潛艦在海底伏擊得更久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看起來 整個的這個所謂的潛艦到成軍之後 事實上它很有可能就會真正成為 我們在阻止所謂的共軍 大舉渡海來台的時候 我們一個非常最佳的一個防線 除了國艦國造 我們跟大家看到的是 空防也有新氣機浮現出來了 我們都知道 在空防戰隊裡面 急需要來更新的就是幻象機隊 現在誰來取代它也有眉目了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來自於 是我們本來跟美方要買這個 所謂F16V嘛 但不管是因為產線還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整體上面交貨的期程 很有可能會遇到問題 所以這時候就傳出來講說 空軍有意是要改用這個 所謂F18E 這個所謂的超級大黃蜂 當然其實以超級大黃蜂來講 它目前也是美國 它在這個航母艦上面 艦載機的主力 它的這個所謂的艦載機 可是你會發現到 就是我們在提到這個 所謂超級大黃蜂的時候 左眼的不是只有它在這個 航母上面的這樣一個戰力 是因為它本身基本上 它還有一個F18E 這個是屬於電戰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以這個空軍 它的三種機型 F16還有我們這個IDF 還有幻象2000來說 幻象2000現在是我們在進行 所謂的電子作戰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電戰機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在F16V的 取得的這個所謂的 採購的時程上面 有取得的困難的話 那是不是有可能去購買 這個所謂F18E 這個超級大黃蜂 這個來捕足我們這個不同 因為如果就美軍來講 美軍並不是把這個 所謂的超級大黃蜂 定位在高層的防禦上面 可是因為它本身 具有這個所謂的 電針的技術的時候 它的這個所謂的 電子戰力技術 強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美方曾經把這個 所謂的超級大黃蜂 的這個電針機 跟F22來進行 空中的這個模擬的對抗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在那一場的對抗裡面 超級大黃蜂 是完勝所謂的F22 F22不是引擎戰機嗎 它抓得到它嗎 所以它的整個的電戰系統 事實上是在當時 我認為它的人員操作得當 也導致它在那個 戰機比上面 它居然是贏了 那我們就再回來看 而且你知道嗎 多數人看到它的 其實有一個優點是什麼 因為它現在被放在 航母上面 那我們就講 航母基本上 因為它有所謂 電磁彈射的功能 所以可以讓它 非常快的起降 當時之所以放F18 還有一個條件 是因為它的起落架 特別粗壯 你知道嗎 因為它才有辦法 因為我們講 在航母起降的時候 我們要降落 一般在陸地上的降落 是不是要收油門 把速度放放 在航母不是 航母是要速度加快 因為它擔心你的landing 如果失敗的時候 你必須要趕快起飛 所以它本身先天體質良好 再來就是 如果它不靠彈射器的狀況 它居然可以做到短艙起降 也就是300公尺左右的跑道 它就可以起飛了 300公尺什麼概念 F16可能需要 F16將近要500公尺左右 它要到500公尺以上 所以你想想看 我到作戰階段的時候 我的跑道不可能 完全不會受到攻擊 對 所以我只要有一個 完整的300公尺左右 這樣一個跑道的時候 我就可以讓我的F18 能夠起飛的時候 我能升空 我就能續戰了 是 所以對這個 我們現在軍方來講 它當然必須要 我認為要更務實的考量的是說 如果我今天從F16換到F18 我能夠採購的價數是多少 因為整個的後勤補給系統 有可能要重新再作為調整 但是對我們現在整體空房來講 如果能夠有更多的這個 所謂新的飛機 或者更多的機型 可以作為選擇的時候 我認為對台灣來講 它就可以去慎重的思考 觀眾朋友 你知道現在放眼全世界 每兩秒起降的飛機當中 就有一架使用我國漢翔公司製造的零件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來揭秘 台灣航太界的護國神山 軍工產業的護國神山漢翔 這位中將飛官出身的董事長胡開鴻 他如何率領漢翔不只搶下了亞洲 唯一F16的維修授權 下一站瞄準死神 最近更敲下了350億奇異公司的大單 他如何一步一步帶領台灣衝出一片天 我想觀眾朋友現在一定會覺得說 好久沒有聽到漢翔這個名字了 因為之前最大被聽到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金國號戰績 是由漢翔這邊所生產製造出來的 可是最近你知道嗎 漢翔跟所謂的奇異公司居然簽下了 一個發動機核心零組件的一個合約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這個合約長達失念 而且有將近350億這樣的一個產值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天啊你漢翔可以跟奇異公司來簽 先講奇異公司他們的發動機 現在如果按照統計來講 全世界每兩秒就有一架飛機 飛上天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用這個所謂的奇異發動機 所以你知道嗎 當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力多的消息 一出來之後 整個漢翔的股價連兩天漲停 甚至沖上了他的所謂的歷史 新高的這樣一個狀態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個十年的奇異公司的 Limp引擎的長約 給了漢翔的技術大大的一個加持 一個確定 一個認證 我們就說了 說到漢翔F16的亞洲唯一維修中心 就是被他搶下來 現在漢翔有更大的野心 其實對漢翔來講 當時我們在做經過號戰機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他已經累積了非常多 所謂研發生產的這樣一個能量 但問題是 因為我們訂單有限 所以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到好像轉型 去跟什麼民航機或那些 去做這些模組化裡面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嗎 在2020年的時候 漢翔就成立了亞洲唯一的一個F16 後勤維修中心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們台灣 其實因為這一件 因為F16V的這個部分 讓台灣成為全亞全世界 老實講除了美國之外 幾乎用F16非常多的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那時候就有考慮在台灣 要做所謂的後勤維修的這條生產線 結果居然就是有漢翔拿下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我們台灣也跟美國買了四架的 這個MQ9這個五人機 結果你知道漢翔在2021年的時候 也曾經到美國去拜會通用原子公司 那時候就講說 你這個MQ9這些五人機 老實講你有些東西耗材或什麼 我如果什麼東西都要跟你美國拿 跟你美國買 這樣來來回回 我跟你講那個花費非常多 時間金錢都是問題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台灣這邊 就進行維修 所以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我剛剛提到說 漢翔從經國號停產之後 開始轉型的部分 你知道嗎 有很多的費 你可能不知道 全世界90%的這個飛機 其實都有漢翔提供的零件 它這上面 Mark上面沒有給你打上漢翔而已 因為它都做這種模組化 可是問題來 你知道 事實上它的業務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們當時原先有預期到 就是說我整個這個能量 如果就這樣散掉的話 非常可惜 所以那時候除了現在 我們剛剛提到說 F16後勤維修之外 包含後來你看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個永一號對不對 永一號也是在漢翔這邊 來做這個所謂的延改 然後甚至在作為生產 甚至你知道 他現在講說我從空中 沒有關係 我轉型到地面上面 他做電動巴士 做儲備的能量 甚至連軌道建設他都做 好 我們看到了 漢翔天上飛的 地上跑的 能賺的他沒有一樣放過 背後來講講他這個重要的推手 剛剛為什麼形容是台灣軍工產業的護國神山 我們也或許這樣形容 他可以說是這座護國神山的詹宗謀嗎 這位是中將的副參謀長 哇 幹到了中將 轉任漢翔董事長 如何一步一步帶著漢翔起飛 其實我真的必須講 一開始這一位 您剛剛所提到的 說這個軍工產業裡面的這個張宗謀 胡開宏當時要接這個漢翔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就過一個水 為什麼 你都講 他是國防部副參謀總長 中將退伍的 你到那邊去是不是就是仇雍 我真的明哲告訴你 真的有人用這種質疑的方式 而且你知道他上任的時候 真的滿慘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上任就遇到疫情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他有九成 不是都是做那個飛機的那個業務 什麼都進來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什麼航空業那些都 都那時候很慘 所以漢翔有一大段時間也沒有訂單 你知道 那問題來了 胡開宏當時接任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真的有那個軍人的想法 你知道 他就很簡單拿軍人的硬脾氣進來 他就那時候財事一件事 很多那時候企業不是都沒有訂單 沒有幹嘛 他就說那不行我們就裁員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個不裁員 第二個不減薪 第三個不准放無薪假 真的是夠霸氣 所以他已經把所有漢翔員工的心 牢牢的攏在一起了 但問題是你要攏在一起 你要錢 你要錢嘛對不對 成本你要開 他說沒關係 你知道嗎 軍人最喜歡講什麼 你知道嗎 開圓 節流 他說我兩招就這個 我第三招叫什麼你知道 深蹲 我覺得這就厲害了 為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本來是做天上飛的東西 他開始轉型到地面上面去的時候 他甚至就講說 沒關係 有很多東西我們要一開始就要 很早就進來做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就跟人家坐電動巴士 你真的很難想像 你知道嗎 你做飛人機 你是敢做什麼電動巴士 因為很簡單 他找了其他業界來合作 他跟什麼你知道 他跟唐榮車輛來合作 唐榮本來就做很多的車子 這個也沒有問題 所以他研發技術能力 在四輪的這個部分 地上跑的沒有問題 可是他今天就講說 你地上跑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是坐飛機的 我會做複合材料 我的複合材料 如果搭上你的車子 我跟你講我們更棒棒 居然就這樣 能夠合力打造出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那種 漢堂一號的電動巴士 最近你會越來越常聽到 軍工元年 什麼時候台灣變成了軍工國了 有人覺得說你自嗨嗎 你就一家漢翔你怎麼了嗎 錯 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一支遠道而來 美國25家軍火商代表 5月份要來台灣 就下一個月 台灣有什麼好值得他看的 多的 我們給大家看到 台灣的無人機 台灣的飛帶實力 他們要來台灣挖什麼堡 這個真的很有趣 我們每次講到 美國跟台灣之間 只要講到軍工 很多人都覺得說 就是美國要來賣你東西 而且都賣你特別貴 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嗎 美台商會的會長 韓儒伯他就說 我告訴你 今年5月的時候 美國退役司令 魯德 他就計畫要來台灣 而且這一次來 是帶了25家 國防承包商要來 你一定覺得 又來想來賺台灣人的錢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他這支捧著錢 為什麼 他居然希望促進台灣的 無人機產業 跟我們所謂的 軍工產業裡面彈藥的這個 這些所謂的 相關的國防產業 能夠跟美國來合作 來台灣打造 軍工供應鏈 對 那你會覺得說 那一定又是漢翔 不是 不好意思 台灣軍工產業 不是只有漢翔一家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這個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跟我一樣 愛玩遙控模型 你一定知道這一家 叫做雷虎 雷虎 模型機 他們做很多那個飛機 還有什麼車類的 因為它那個遙控載具 基本上 我跟你講他做的其實 真的非常非常棒你知道嗎 但是這一家雷虎公司 他就講說不好意思 我也在做什麼 我也在做五人機 而且他拿的單子 是誰的單子你知道 他拿的是我們陸軍的單子 拿到陸軍的這樣一個採購的契約 而且你知道很多人覺得說 不對啊 你不是做那個遙控模型的 你怎麼去搞這個無人機 因為很簡單 他說他們早就已經發現到 我如果今天在一般商用的領域 尤其是那種遊戲玩家這種領域 說真的啦 大陸你說像那個什麼大江那一些 他們很早就用很低價的成本下去打 所以如果你要走那種市場的話 老實講你市場做不大 所以他們很快就發現到說 我應該做中大型的這個無人機 你要做到超大可能也有困難 但是我做中型的總可以吧 你知道嗎 他還是我們國內唯一通過經濟部 軍民通用無人機 T400計畫的一個廠商 而且更重點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無人機 不是讓它飛而已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徵收 跟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航拍 這些都是我們在無人機產業裡面 很重要的一塊 他們居然透過他的航拍徵收 跟他所發展出來這個所謂雲台這個系統 早就已經打到美軍的供應鏈裡面去了 資料鏈結的部分 他有辦法做到了他的雲台系統 當然航拍 鏡頭拍攝已經是他的強項 我們就告訴你 光是這個資料鏈結 他跟漢翔很像 不只做飛的 做地上跑的 這個雷虎更強 不只做飛的 他要做水下的潛艇 所以我們發現到 可能真的是一通百通你知道 你所有的技術到 但我覺得在空中 萬流歸一中 對 但我覺得在空中訊號的傳輸 跟水底下的訊號傳輸 基本上應該是有一些落差 但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你一定會覺得說 又是國外在測試什麼 無人機的這個潛艦 不是 我告訴你 這是雷虎 他們自己所發表的 無人潛艦的原型機 事實上他在3月27號 發表這件事情 他們把它訂名 叫做所謂海洋號 Seawolf 400 AUV的這個系統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當然他的性能住院裡面 沒有公布他的所謂的潛航的深度 但是說以他們目前的 這樣一個狀況來說 他可以在水裡面 水裡面 航行大概8個小時左右 那就代表什麼 其實老實講 我們現在要到這個 甚至連國外 在無人潛艦的部分 也都還在所謂 研發跟測試的階段 而我們現在國內廠商 就已經有人涉足到這裡 而且你在仔細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前面那個圓圓的 其實不是照明設備 他前面一定是一個徵收的 那個所謂的攝影機的鏡頭 他的眼睛 對 那我們想想看 水中是不是有些折射率的 這些問題 他也告訴你講說 我要想盡辦法 排除掉這些狀況 所以就代表什麼 其實以雷虎來講 他現在能夠獲得 這些所謂的各個國家的肯定 連美軍的供應鏈都跟他買 就代表他的軍工 其實已經是成為翹楚了 除了無人機 除了水下載具 這一次25家的 美國軍火商代表 還關注的一個關鍵字 就是台灣的飛彈研發能力 事實上我們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我們過去在台灣的飛彈研發裡面 很多人都會說 你看天空好厲害 天劍好厲害 雄風好厲害 那都是誰做的 都是中科院做的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其實不知道 中科院在研發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是從大到小 全部都自己做 他有很多東西 是跟民間廠商合作 其中有一間就叫做全訓公司 事實上全訓我告訴你 他很特別是什麼你知道 他被稱之為台灣所有上市櫃公司裡面 幾乎可以算是唯一的 叫做軍工股的公司 你說天啊 台灣哪有這種公司 那有存在 我跟你講為什麼 他的整體的營收 以全訓公司來講 他的一年的營收有八成 你知道誰給他的嗎 他的營收八成是 中科院給他的你知道嗎 中科院跟他大量的下單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們其實研發了一個叫做 固態超高頻微波功率放大器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看到這個 飛彈所謂打出去之後 你不是有這個定位 或精準的這些過程當中 其實都需要用到這些晶片 那全訓當時 投入這樣的一個產業的時候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這些東西都是要保密的 所以你進到全訓這個公司裡面 很簡單 你任何進來的人 只要背後有中資的影子存在 全部不准進他的公司 我們還有多少的公司 就像他們一樣在努力 我們憑什麼喊國基國照 我們憑什麼喊國建國照 就是因為有這些廠商不斷的努力 現在各國陸陸續續的肯定 我認為對於這些廠商來講 就是給他們最大的掌聲 台海現在進入了 越來越膠著白熱化的情況 來看這個現場 過去從來沒發生過 20秒無限高的試射 中科院發射出來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神秘武器的研發 居然極其罕見的讓共機 繞到了我們的大後方 來到幾方要摸底 來 夏偉來告訴我們 這個背後疊對疊 身變身 到底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其實中科院他們最近在研發一款飛彈 雖然我們常說中科院是科科院 但是科科院它還是有它很厲害的部分 它這次大陸的軍機來一下 我們國防部給它命名叫運八計真機 人家明明就叫八星八號 你就給人家搞個運八計真機 什麼意思啊 我搞不太懂 好 但沒關係 它這個高星八號電真機 你看它從汕頭這邊出海以後 對不對 它居然飛到巴士海峽 而且它飛到巴士海峽之後 你知道嗎 它繞到這裡 各位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邊是藍魚 這邊是綠島 好 然後呢 這一次我們在這邊所進行的試射 大概是這樣一個區域 台東 他跑到這邊 這個怪了 過去如果你在這個地方飛 A.D.I.Z.我們也想說 六九十四趟咖 你居然繞到了我的大後方來了 衝著這個來了 也就是說我們在夜旦節那天晚上 大概七點多 這個時候原本他們從成功大五沿海 發射一枚彈 而且這門彈發射上去 直接直衝於霄 直直的這個上去 後面就聽到從九龍基地 也發射了一枚飛彈 這個飛彈它本身是要幹嘛 就去攔我們剛剛講到 從成功那邊所發射的那一枚導彈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天空三 它要研發的 最大目的它不僅僅 只是在於防空而已 很重要的是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 不管是艾三艾二加起來 對不起 大概了不起能夠攔到 大概差不多兩百多枚 三百枚的大陸的彈 那個地雷地雷彈的飛彈 現在如果我們再增夠 就都可以攔五百枚 但是後面還有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需要 有我們的這個天空飛彈 而且天空飛彈跟愛國者 它本身的工作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天空飛彈 它靠著什麼 靠著陸基的這個長白雷達 長白雷達 大家以為它是什麼雷達 你知道嗎 它其實跟美國的 神盾戰鬥系統的 神盾雷達是同一個媽媽身的 也就是說它本身 其實也是平面陣列 相位的這個雷達 而且它的這個搜索距離 也非常大 它的最大搜索距離 可以到四百五十公里 但是當時美國賣給我們的時候 怕我們撞到軍艦上 所以它故意讓我們做到 一個很大的一個長白雷達 是用在這個地面的 而且它是一個固定的 但是現在我們也把它做成機動型的 所以夏文的意思說 今天我們看到的 無限高試射那個 20秒鐘的火光 它一般認為是天空三 增程型的 對 它是拳頭 但是要有千里眼 當它耳目提供給它 聽聲變位 就靠的是長白雷達 對 長白雷達我們剛剛講 因為它本身是 平面陣列相位雷達 它是由非常多的 小的雷達模組所組成的 它的偵測距離 又有四百五十公里高 它的打仗 打多道筆狀的光速 你看一根一根這樣打上去 然後抓到了敵方的來襲彈道飛彈以後 它可以把敵方彈道飛彈軌跡畫出來 這個時候天空飛彈發射上去 而且我們通常 我們的艾二艾三 它攔截高度在五十公里以下 其大概三十公里上下 它已經是彈道飛彈攔截的 中端的末端了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進行的是 彈道飛彈攔截的高端 也就是其實我們天空三的這個希望 讓它做到什麼 做到類似像美國的THAD 薩德系統 這個概念是什麼 今天一個飛彈的軌跡 彈道的軌跡在這裡 愛國者在一個中後端 這個向下墜的時候攔 但是我們超前部署 希望天空三配合長白雷達 在這裡就擊殺掉它 對 也就是能夠先在高空中 先打掉一部分 然後這個剩下 那個沒打到的 沒攔完的 沒有完全攔截的 光下掉的時候 再由愛國者來進行攔截 讓能夠真正掉到地面的 這個敵人的飛彈數量最小化 讓它能夠盡量沒有就沒有 好 我們今天給大家看到一個 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川普他正式簽署了 台灣保證法 象徵了什麼意思 我說一個大白話 就是未來美台軍售會常態化 那問題是 那川普就是 兩岸的整個軍事禁足 兩岸的撿崩關係 會因此燃爆開來嗎 其實當然 以目前來講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國軍有準備 面對最壞的狀況 做最好的準備 你看 像譬如說幻象2000 還有說幻象2000 如果你想要擊敗幻象 對不起 你只能幻象 你只能幻象 代表說我是不敗的 當然你看像F16戰機 它說可以帶到九個機 因為F16戰機的特性 就是它能夠做大機動的飛行 是非常適合纏鬥 而且它的動作可以大到九個機 九個機很累 九個機你知道 它要做的時候 要做好抗擊的動作 然後壓力液要充氣 然後在它進行九個機的動作 過程中 它才不會暈倒 所以你知道 但是他說你來 我就送你兩個 我就讓你雞雞 玩電玩的人都知道GG什麼意思 對不對 FCK-1經國戰機 他說是國人驕傲 但是他說 FCK-1經國飛行員 他說打敗你 我會更驕傲 而且現在我們F16戰機 它目前在做購改 我們之前跟美國買的 BLOCK兩棟戰機 它現在在做性能提升 性能提升什麼 包含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ISAR 主動電子 就是APG-83這個雷達 這個APG-83這個雷達 它用來就是說 編寫這個雷達這個程式 基本上來說跟F-24 跟F-35的這個雷達程式 基本上是同出一賣的 也就是說未來 也就是說 如果F-35戰機 有更多更更新的功能的時候 其實可以透過 我們雷達軟體的改寫 讓我們的雷達的這個 未來這個效能 甚至可以比現在還要更好 跟過去 在沒有做購改之前 我們兩岸空軍的這個軍力 其實已經失衡到很大 因為大陸現在連逆中戰機也有 有大量的殲-16戰機 還有殲-11B 甚至於殲-11C 甚至於這些 包含打擊戰機什麼 通通都有 那直跟量 直跟我們差不多 甚至於量比我們的數量更大 但是對我們F-16戰機來說 我們原來F-16戰機 用的APG-66 它是機械掃描天線 那個常常故障不說了 然後掃描的這個距離 還有探測距離 跟鎖定敵方的目標這個能力 都比現在的更改過後的 APG-83要少很多 你看甚至他講說 我們現在APG-83 9秒鐘之內 可以探索19個目標 而且鎖定14個 攻擊其中10個 這比過去APG-66要大幅增加 同步多攻一次鎖定10個目標 對 然後另外它這個飛機 因為也可以搭配上它的機載武器 而且除了我們剛剛講到F-16之外 換下2000 其實我們換下2000 當初在跟法國購買這款軍機的時候 換下2000是空軍唯一一款具備電子 徵收能力的飛機 換下2000什麼好講的 換下2000其實是我們講到的二代戰機 30年來唯一還沒升級的 不是多少都已經封存在這個山洞裡了嗎 它其實都還是有在用 但是它搭配 就是ASTEK的一個電子情報夾艙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以我們空軍來講 的確我們各種戰機也都可以進行 這種電子情報徵收 但是這款ASTEK的夾艙 它其實你看它是基附外掛這個夾艙 美軍最厲害的電戰機叫EA-18G 它的靈魂就是來自於飛機上吊掛的 ALQ-99這個電戰夾艙 這個電戰夾艙當然美軍比較厲害 誠實的說 因為為什麼它能夠既同時徵收 又能夠同時進行反制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已經可以把這個東西 能夠進行一個徵收 也就是說徵收以後 你才能夠藉由這個方式 去建立你的雷達資料庫 你才知道敵方的這個 具威脅性的這些電波在哪裡 是哪些頻段 然後如果它一旦來 好 這個時候我們戰機 就可以啟動我們的電子戰的一個 不管是反制也好 或甚至電子智慧裝置也好 它能夠讓我們收集的這個電波越多 同樣一旦碰到敵方對我們的徵收 我們馬上就知道危險來了 好 現在看到的台海 越來越緊繃的情況之下 那20秒的火光 還要到年底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31號 天天都可能有任務要來遂行 但是我們來看到南海 老共自己的南海 丟了一支蛤蛤蛤了 對 他們在他們的儲壁 弄了一個反隱形雷達 也就是反逆中雷達 這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反逆中雷達說真的 它的原理其實很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戰機 它都做得很 有很好的那個逆中外型 所以你這種雷達波 都做得非常小 什麼厘米波 毫米波 但中國大陸 我給你反其道而已 我做那個米波 就是我一個波長達到公尺 對不起 這下你的逆中戰機 無所遁形了吧 而且你看 因為它做得這麼大 它這個中和脈衝孔徑雷達 你看它這個天線這麼大 就代表它的波長很長 所以它可以對F-22 剛出現它在地平均就可以偵測到 第一 它距離長 第二 它波長也長 當然它還是有缺點 這種缺點是什麼呢 也就是它沒有辦法定出 非常非常精準的目標 你剛剛說到的是 F-22如此精銳的隱形戰機 我一飛出地平線 我就會被這個雷達系統 給抓到 對 它可以抓到 但是它是抓到一個大概的位置 所以好 既然抓到大概的位置 你就可以動用一些更多 你這些精準的雷達 或者說那個高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種波很小的 各種波段這種雷達 去朝那個方向去抓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就更容易抓到它 為什麼呢 它所謂這種雷達 它本身是預警功能 就是我大概知道你在哪裡 我要知道你在哪裡 然後把比較厲害的這些 比較精準的 比較精密的 能夠做那種非常外型 描繪的這種雷達 再去鎖你 對 要去找你 對 當然你說 你有你的張良機 我有我的過橋梯 像這樣美國陸戰隊 美國陸戰隊它也開始 有產生那個很基本的變化 為什麼呢 你看它在2021年 陸戰隊需要的21件事裡面 它其實有講到 未來陸戰隊它也要在南海幹嘛 來做潛艦獵殺 潛艦跟陸戰隊有什麼關係 很怪吧 你是搶攤的 你本來應該是鍋蓋頭 你要是打仗吧 但是現在 因為美國這個 隨著它這個 美軍的這個軍力 在全球的這個部分 它呢 像之前他們就有做過測試 利用P8 然後跟那個RQ-4 也就是海神無人機 去做搭配 為什麼 因為你P8站 你知道你飛個十幾個小時下來 對不對 組員還是要回家睡覺 還是要回去降落 因為有人機就有這個問題 但是防守不能有空缺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就運用RQ-4 這樣長航時的飛機 在空中進行長時間的偵查 而且美國 你看像陸戰隊 它現在配屬這種 新的無人機 它這種無人機 它本身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做非常大範圍的搜索 它都有效率 大概差不多五個小時左右 可以搜索27個台灣這麼大 它可以看這麼遠這麼寬 而且它這種無人機 它從大到小都有 像RQ-4 但也有小型的RQ-21 RQ-21可以透過軍艦上面 用一個小型的這個彈射器 把它彈射升空 然後回來的時候 用這個鉤子 或是網子把它網住 那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雖然說它那個小 但是它可以數量非常大 因此它甚至還可以 就是進行非常小的 目標的這個判斷 因此像如果它把這些無人機 大型的無人機 小型的無人機 部署出去以後 它能夠在海上 找到類似像前望鏡大小的 那個目標之後 找到這種目標 你就可以叫P8 反潔徐活機 來仔細喬認真看 它到底是不是 巨威脅性的水下目標 一場還沒開始 就先認輸的戰鬥 來看到強人川普 居然在昨天 接受電視專訪的時候 談稱 可能年底他會選不贏 新任總統很可能是 民主黨的拜登 居然連他的前競選幕僚 都來拉斯瑞說 川普可能會遇上有史以來 最勒衰的局面 他可能是尋求連任的總統當中 會面臨最慘烈的挫敗 那言下之意 其不是預告接下來 亂局會更亂 果不其然 觀眾朋友 我們居然看到了 南海火藥庫要開炸了 美日台同步在南海 奇袖Muscle 同時劍指東沙 而當台灣派出的最強的 守備旅 號稱一天只睡一小時的 陸戰隊九九旅 登上了東沙島 今天下午又來告訴我們 這個命令跟舉措 它象征著什麼 它會激化整個南海 東沙的這個所謂的 南海的咽喉 南海的咽喉的鑰匙 它的局面嗎 南海咽喉最近很熱鬧 為什麼很熱鬧 我們看到南海咽喉在哪裡 在東沙島附近海面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美軍的軍機今天又來了 也就是美軍在過去大概前面 接近10天來講 天天派 包括可能是P8 P3 然後EP3 然後RC35等等 一直接連不斷的接力式的 在這個區域執行偵察任務 連續8天天天來繞 美軍不管是偵察機 不管是反潛機 不管反正來繞了8次 全部的focus在這個空域 奇怪了 你哪裡不繞繞這幹嘛呢 當然我們看到最近 美國也出現了一個影片 其實說真的 這個影片擺在這邊已經很久了 只是今天終於被我們的媒體記者發現了 而且把它登了出來 這怎麼一回事 你看美軍的陸戰特戰第一總隊 他本身在他們自己本身的臉絲 粉絲頁上面登了一段影片 其實已經登了一段時間了 但你看這段影片是怎麼呢 就是代表美軍的這個人員來台灣 他們大概派了12到15人 也就是一個單位的一個小組 你看像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室內那個配置 對不對 你一看就知道是哪裡 其實就是國軍的銀色 對不對 當然你說我們為什麼國軍 會跟美軍他們這樣進行一個 聯合的操演 等一下稍微 你的意思說這段影片 Excellence 這是有美軍的特戰 第一總隊釋出的影片 對 你看這個 你以為背對我們的都是美軍 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不對 他的銀色 他的空降場域 他連這塊土地那一顆石頭 都是在台灣的土地上 最重要的後面那架 黑鷹直升機 黑鷹直升機上面印著 青天白日的國徽 還有陸軍兩個字 你說我們的陸軍的黑鷹直升機 交機來台灣以後 我們並沒有到美國進行哪裡 進行這個演練 但是你看這些美軍 他們就來到台灣 來跟我們進行一個聯合演練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今天這一張圖片最吸睛的地方 其實是他們的背景 而不是他們兩個的背影 是這個背景 飛機的後來接近尾翼的地方 青天白日的國徽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這都在台灣 美軍在台灣 但是不是踩到了中南海 最不能踩的底線嗎 當然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看到其實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訓練艦隊 這個訓練支隊 雖然說嚴格來說 他有點性質 像我們的敦目支隊 但是他這個訓練支隊 他包括訓練艦隊的旗艦 陸島號 還有包括哈密艘鳥血號的 一個護衛艦 這個船 在南海 跟美軍的近岸作戰艦 進行聯合演練 雖然說我們剛剛講 他本身的性質 像是一個敦目艦隊 但是這個上面 都是未來的 海製的防衛軍官 海製的軍官 在上面見習的時候 來到了南海 跟美軍的軍艦 進行聯合演練 像這個近岸作戰艦 這個是獨立級的近岸作戰艦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船很大 我有在珍珠港上去過這個船 你看他這個船本身 因為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的特色是 他的速度非常快 他時速有每小時70公里左右 等於你看時速70 兩個小時可以跑快100多公里 三個小時可以接近跑200公里 這個速度是很快的 你等於說可以非常快的 突然一下衝進人家的領海裡面 然後把你要做特種任務做完之後 然後馬上出來 所以你看到了今天美軍 美軍在這個地方誰造咖 然後美軍的這個44秒的影片 又在這個時候也不藏了 也不演了 對 就讓他曝光 這個時候你會想中南海的反應 肯定是爆跳如雷 我們來看到央視做出了這個回應 他說了 什麼八月解放軍要登島演習 你們幾此之名做所謂的聯合軍演 你們根本是自己做賊喊抓賊 甚至他還警告說玩火必輪炮灰 徹底毀滅 話說得很重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派陸戰隊99旅去東沙島 因為陸戰隊它基本上有三個旅 66 77 99 77旅它本來是一般的基地 還有重要銀色的守衛旅 也就是它其實有點像是守衛隊 然後66旅是攻擊部隊 也就是其實它是陸戰隊的一個攻擊的一個矛頭 像前一陣子 它把66旅搬到哪裡 搬到林口 然後在作為林口地區 我們海軍陸戰隊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快速反應部隊 99旅就是陸戰隊裡面非常重要的守備部隊 它是守備旅 也就是說它的本身強項是藏於守土作戰 因為過去像東沙還有太平島 都有我們的陸戰隊的駐軍 就是由99旅輪掉過去 以99旅來說 它本身的人員 他們在訓練上來講 他們其實可以說訓練非常精實 他們往往在他們的地獄舟訓練中 7到10天的訓練裡面 每一天大概只能睡到一個小時左右 超很兇 然後就從那個醒過來的時間 就一直不停的像機器般的 進行這個作戰演練跟訓練 所以政治你看 他們現在他們當時 2015年的時候你看 99旅長 當時的旅長 他還到美國去參加什麼 參加一個陸戰隊的一個聯合作戰訓練會議 就等於說太平洋指揮部把區域內所有盟邦的陸戰隊的一些重要將領邀集過來 大家對於這個守備作戰等等 進行一個技術跟意見的一個交換 你說當時這個等於是美國公開認證的戰力通得過美國標準 或是說他邀請了最精銳的部隊 日韓紐澳所有的泛泰一起參與軍演 而我們的當時99旅旅長也獲邀去觀摩 對 而且不只其實包括美國那時候太平洋海軍 美國的太平洋陸戰隊他們本身 臉書網頁上也 登出了一些會議的實況一些照片 甚至於在一個美軍的軍官致詞的時候 我們發現後面擺一個軍旗 這個軍旗是什麼 就是我們陸戰隊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隊形 永遠忠誠 永遠忠誠的隊形就擺在後面 所以從這個地方去可以看出來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 跟美軍在這個區域內 他們不管是在邪訓或作業上來講 都可以說是關係非常的密切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 這個99旅登島 到底多少人是一個排呢 還是一個連 或者是可能一個團 現在國防部只有說若干的兵力 國防部沒說清楚的 我請校尾今天晚上 好好幫我們兜出一個輪廓 他們攜帶了什麼樣的殺氣 兵器登島 好 以99旅來說 他既然是守備 那守土有責 以99旅來說 雖然他也有一些重型的裝備 包括M60戰車 E5的自走流炮來講 但是你說擺到東沙島對勁嗎 不對勁 為什麼 因為東沙島它本身沒有那麼大 所以以陸戰隊 他這次要登上東沙島 進行守備來說 他絕對不是以重裝備 但是會以輕 快 而且能夠進行各種類似像 機動部署 機動作戰的這樣一個配備來去 例如說你看 像他這次可能會派拖式飛彈 因為以在這之前沒有多久 陸戰隊的99旅才在哪裡 才在屏東九紅 進行了精準武器射擊訓練 他那時候包括射擊 包括刺針飛彈 包括脫式飛彈 如果今天你要開始登島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包括像機械登陸艇 或是水中突襲戰車 然後或者是氣墊登陸艇等等 這個時候脫式飛彈 搶攀上來了 在岸邊他們通常以99旅來講 他們可能會用脫式飛彈 搭配漢馬車的這種模式 或甚至於直接是用腳架的這種方式 在海邊的這種陣地裡面 然後對進行登陸的敵軍的車輛 登陸艇等等 進行 用脫式飛彈進行反制 脫式飛彈 它其實本身是一種 反戰車的這個武器 然後探探 像集中目標 它會用噴焰的這個方式 進行爆炸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如果說第一階段 還有漏網之魚 沒攔住的怎麼辦 到岸邊的話 這時候就會有紅准火箭 紅准火箭它本身其實非常輕便 我們之前講過 它是塑膠發射管 拿起來之後 上肩 對 上肩 然後脫開 然後把它瞄準以後 很快就可以 對進行登陸的敵軍 進行一個反制 另外像刺針飛彈 刺針飛彈 陸戰隊其實早就有了 雙連裝的刺針飛彈 這是做什麼用 刺針飛彈它其實是一種 低空防衛的這種防空飛彈 也就是說 當敵人的直升機或戰機 在非常低空的情況下 飛過來 你看 這樣他們就可以透過 這樣一個 雙連裝的刺針飛彈 甚至於以現在來講 我們已經不僅僅只有雙連裝 因為雙連裝你還弄個腳架 然後架起來 相對來講 還是有點要有陣地 但是你現在 我們可以有 單兵C型式的刺針飛彈 等於說你一個人 扛著這個刺針飛彈 兩個人在海邊的這個陣地 或戰壕之間跑來跑去 然後在需要地方冒出頭來 把刺針飛彈向上瞄準 發射了以後 就擊中敵軍的直升機或戰機 所以敵軍來犯兩條路 一個就是搶乾攤搶屍攤上來 這時候我兩道火網在這邊伺候 那3D立體作戰 有些是直升機運來空降的 我這個時候就可以出 刺針飛彈了 對 把它擊落 當然除此之外 其實海軍也在做一些 另外一些其他方面的準備 例如說他們準備 海軍之前做了一個叫康平操演 康平操演有些什麼 萬象水雷 萬象水雷其實是 由中科院的萬象館 他們所研發的一款 這個智慧型的水雷 這個智慧型的水雷 就是說今天它先將 如果說你今天要進行布雷的話 等於說沿著目標區附近布一圈 這個雷布下去以後 其實它可以做一些 時間上的一個設定 為什麼 因為其實布雷容易掃雷難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這個水雷 在敵軍進攻的時候 真正發揮作用 那好辦就炸掉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 萬一未來戰爭沒有發生 或怎麼樣 那個水雷擺在那邊怎麼辦 你上來也不是 過去也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我們講到 萬象這種智慧型的水雷 也就是它會設定一個 時間的長短 時間到了 如果最後沒有發生 真實的戰鬥狀況 但是你又不能讓它 藏在海底 它就會浮出來 然後自己引爆 這就是我們講的 不讓你越雷池一步 我密密麻麻布好的水雷 你來犯的話 可能會付出極大的代價了 而且不只是 這個海中的萬象水雷 現在我們空軍 空軍有P3反潛巡邏機對不對 反潛巡邏機 它其實也可以跟美方 申購Mark 62型的空頭水雷 當然目前這個部分來講 Mark 62雖然沒有賣給我們 但其實對於海軍來說 它其實也可以研發自己的水雷 讓空軍的這個P3掛載 然後 你說飛著到這個海域去投放 如果說直接買美國Mark 62 這種空頭水雷的話 以一下P3來講 大概可以至少掛到8枚左右 你想想看 一趟那個飛行任務 這樣兜一圈 在海上步個七 八顆 兩趟就16顆 三個架式就24顆 這二至幾顆水雷 步在那邊說真的 對於攻擊軍來說 會形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再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